来了来了 他终于来了 不良人第五季倒数第二季 阿姐和银沟的秘密终于来了 原来阿姐是银沟练功 走火入魔诞生出的另一个人格 话间上回 李星云带上官云却去营救上饶公主 虽然成功就到 但是却损失惨重 上官死亡到现在还不能释怀 更离谱的是火药还被李四元拿走了 可以说这次营救一点价值都没有 新的一集刚开始 李四元从梦中惊醒 他出现了幻觉 看到了李克用 两人对话让李四元内心害怕不已 毕竟是第一次做谋权篡位这种事 多少还是有些害怕的 小圆圆虽然害怕 但不代表他会退缩 把手中的静心刺 一把朝着李克用甩去 内心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第二天李四元在皇城开会 下面站着的全都是曾经大堂的臣子 狗腿子李存李站在李四元身旁 手中抱着一个盒子递给主人 里面放着的居然是八哥的人头 八哥也太惨了吧 咬死天巧心 还重伤了李星云 结果落得一个自杀谢罪的下场 有点说不过去 男星认为 八哥很有可能是被李存李杀的 害怕八哥会连累自己 导致他的主人不再宠爱他 所以把八哥给杀了 反正人头是他递给李四元 上下嘴唇一碰 死因还不都是他说了算 画面一转 女帝正在给李星云疗伤 明明是外伤 女帝却用内力治疗 感觉有些怪怪的 一番治疗下来 外伤已经无碍 剩下的心结就得李星云自己去解开了 七如雪赶忙进去看望老李 给李星云一张地图 这是温涛找到的 地图上用鲜血注明了地址 看到鲜血 温涛估计已经没了 或者马上就要没了 老李和雪儿两人在齐国休息几日之后 和女帝对饮一杯 就前往太原参加摄火节 两人的速度不必多说 有雪儿在 很快就能到太原 到达之后二人兵分两路 李星云去达摩斯拿龙脉 七如雪去调查火药的下落 晚上就是摄火节了 太原城内热闹得非凡 从屋顶跑过 原来是侯青和阿姐 阿姐还在追杀侯青 说是要给小红报仇 这里要严重吐槽一下不良人的编剧 第十集埋了七天的伏笔 大家还以为是侯青杀了银沟 或者侯青给银沟换血导致银沟死亡 诞生了阿姐 所以阿姐才追杀她 然而 阿姐追杀侯青 居然是因为侯青打死了一只蚊子 阿姐为了一只蚊子 非要杀死自己的弟弟 这也太扯了吧 阿姐出来之后和姬如雪风里来雨里去 也没发现她是一个爱蚊子人士 所以编剧这个坑田的实在是 太过于儿戏 男星想说 阿姐是逗逼 但阿姐不是SB 姬如雪在一家面馆吃面 了解到一名船夫的住所 面都不吃了赶紧就跑过去查看 但是却发现船夫已死 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有响动 警惕地转头一看 居然是侯青师祖 侯青是闻着胃 专门来找汉拔和汉拔媳妇的 姬如雪希望侯青能帮她寻找火药 被拒绝后 就拿出李淳峰的书诱惑侯青 三好学生耐不住知识的诱惑 跟姬如雪一起去城中查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侯青指着装米的箱子 就说火药在里面 小孩子拿的波浪骨 侯青也说里面有火药 看姬如雪不信 侯青一脚把波浪骨踩碎 里面全是黑火药 这一段的剧情 男星还要再吐槽一次 从街头到巷尾 几乎所有的用品里面都有黑火药 这么多火药要是爆炸了 根本难以控制 但是为什么不在火药引爆之前 就通知百姓们 集中人之力 把这些装油火药的物品给破坏呢 既如雪用剑劈开一个氢气球 里面装的就是火药 完全可以把大家召集过来 然后把米箱里的火药倒出来给大家看 让大家忙活起来 在没有明火的情况下 把火药都找出来 泼上水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呀 为什么偏偏就摆出衣服 毫无办法的样子 难道这些百姓看到火药 也会无动于衷 会保护火药不成 这里的设定就挺离谱的 从汉拔莫名其妙地把火药给李四元 到现在发现火药又无动于衷 这两个操作来看 编剧的目的 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让火药爆炸 为了火烧太原 让主角团全员降至 既如雪和侯卿什么也没干 就这么睁大眼睛低溜溜地看着 侯卿决定留下来帮李星云他们 因为他一走 阿姐可能会死 这个时候 侯卿说出了阿姐和银沟的秘密 银沟曾经在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 醒来之后体内就诞生了阿姐这个意识 最后银沟把身体让给阿姐 只有在阿姐有危险的时候才会出现 既如雪一听阿姐就是师祖银沟 吓了一大跳 回想起了那天被八爷追杀的画面 银沟如今被官方定位最强师祖 从杀死八爷的手段来看 确实比现如今所见的所有人都强 战无不胜的八爷 背下的说话都不利索了 从八爷的表现来看 银沟就是他见过最恐怖的人 不然他不会下到那种程度 也就是说银沟比李存李还要强 以后出手非常残暴 明海无暗这个称号就说明了一切 只要出手就不留活口 不给任何人回头的机会 八爷准备杀死鸡如雪 手中的兵器却被银沟一把抓住 只是内力震动 就直接扭断八爷整条胳膊 完全粉碎性骨折 八爷推到身后让手下出手 银沟手中的兵刃片片瓦解 化作一枚枚飞镖 只是瞬间所有冲出来的手下全部死亡 八爷的徒弟们冲向银沟 银沟看都不看 这些徒弟体内骨头自动错乱 血肉从体内爆开 直接死亡 八爷已经被吓傻了 他的手被银沟轻轻拉住 整个人从胳膊开始坍塌 承受全身筋骨断裂的折磨 活活疼死 李星云来到的达摩寺 寺院的小和尚就已经等候多时了 在寺院中 老李看到了失踪几年的慧爵大师 本想给慧爵看看地图 没想到大师一把火把地图给烧了 慧爵让李星云看透生死 不要再活在悔恨之中 慧爵大师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是老李梅根慧爵在这件事情上辩解 希望慧爵大师告诉自己龙脉所在 慧爵开始讲故事 说太宗当皇帝之时杀死反贼李元吉 李元吉的头颅变成一块玉石 被不良帅放在达摩寺进化 这块玉石就是大唐的龙脉 慧爵大师还说 玉石的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 还是要看拥有者如何运用 李星云是李唐唯一的血脉 有权利取走这块玉石 但是慧爵希望老李能做一个抉择 这个抉择成为本集最大的伏笔 下面南星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结合慧爵大师所说的话 玉石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而龙脉代表的是皇帝 慧爵大师的意思是 皇帝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主要看作皇帝的人 要如何运用这个权利 慧爵大师想让李星云做的抉择就是 成全李四元 还是继续维持乱世 李四元之所以火烧太原 之所以诛杀天下所有不良人 为的就是铲除登基路上的阻碍 结合下集预告 南星认为李星云选择了成全李四元 想要成全李四元 就得放弃自己天子的身份 李四元作为坚国 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登基做皇帝 李星云作为天子 想要放弃天子的身份 给李四元造势 就得抹黑自己 所以预告中是李星云自己火烧太原 李四元只要命运救火 就可以收获太原城所有百姓的民心 而李星云因为火烧太原 自然被百姓们唾弃 不再认可他天子的身份 这样 不仅解救了太原城的百姓 更是卸下了天子的身份 当然 李星云火烧太原准备连自己一起烧死 毕竟只有他死了 李四元才会彻底安心 不过 从PBR中可以看到 李星云被关在监牢里面 说明牢里没死成 被李存李给抓了 下面 来说一下贴吧中某位天龙的预测 从第五季一开始到现在 这位罢友的预测全部都应验了 还有最后两个预测 就是关于第五季大结局的 这位罢友说李星云和姬如雪联手 打掉了李存李的帽子 遇到中李存李劈头散发 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预测是牢里被抓 李四元吸走李星云所有功力 所以 李星云又要失去功力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剧情 三千院变成了巴尔的模样 最后走在李四元的马车旁边 有小伙伴说巴尔一开始就是不良人 在禁国坐卧底 现在巴尔回归不良人 三千院变成巴尔刺杀李四元 说巴尔是不良人 是因为在第十集 巴尔两次提醒李星云 让李星云逃走 对于三千院变成巴尔这件事 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呢 最后提一下孟婆 若森老杨说不会把孟婆边缘化 而且第五季关乎到李星云的生死 孟婆还不出现 这是不是说明 孟婆早就知道要发生的事情 知道李星云死不了 而她正在做的事情 比现在李四元火烧太原更重要 所以到现在都不现神 孟婆所做的事 可能会和李星云 今后的发展息息相关 好了 本期的不良人视频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之后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 不见 不散